开启平台化升级 有到此点竞逐范知识风口 范知识内容已经在互联网平台起飞 成为剧头们贴身肉搏 国权擦掌之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此前 这里很少看到学习型公司的身影 但是 我们也看到了 当前热门的所谓知识网红 比如说 戴建业老师 李友乐老师 罗祥老师等本身也拥有教职 他们随着短视频平台崛起 而不经意间的走红 都证明范知识内容的供给和需求端 都存在着极代开垦和深耕的土壤 有到此点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未来 会引入更多不同类型的抠 生产不同类型的内容 满足用户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陪伴用户的语言学习过程